大家好,我是虚威人工 我們這一節講一下電池接口的IRC總線 在我們八代之前,電池接口使用的都是SWI總線 電池接口只有三根線,錄到以後都是只有三根線 一個是電池供電,正直一個是JD,副直 還有SWI總線,用來檢測電池溫度電量 還有使用次數這些信息全部都是通過SWI總線 然後連接到充電芯片,再由充電芯片接到CPU 這樣檢測電池數據的 八代以後呢,八代還有X的都是使用iPhone7總線 iPhone7總線就是兩條線 通過這一組IRC總線 通過這一組IRC總線 然後有CPU通過這組總線來檢測電池的供電 那個電量,壽命,然後溫度這些東西 在這個八跟X的電路中 它這組IRC總線不是直連的 而是通過兩個MOS管 兩個N高到的MOS管 然後這個N高到的MOS管 它的G級,兩個的G級都是接到 都是由一個1.8V供電 直接接一個1.8V供電過來的 1.8V供電,它就是G級 得到1.8V供電以後 然後這個D級 D級、S級就開始導通 把這個IRC總線連接過來 這兩個MOS管有問題 都會引起我們的IRC總線 跟CPU之間鋪通 然後這組IRC總線有問題呢 會引起我們的 充電充不了 白蘋果充起 不定時關機 這個是我們維修中比較常見的問題 這兩個MOS管 總快可以直接轉接 所以不需要這兩個MOS管 好,我們再給課程 講到這裡